在音樂聲中步入禮堂 這群大學畢業生很不一樣 在獄中經歷過最低潮 現在改過向善 接受歡呼 有16位受刑人 15號正式取得 美國西北大學的學士文憑 善用時光改變人生 我媽媽的能力 和她的祈禱 我告訴你 你以為我做得到最好的一種 所以我問你媽媽 我怎麼做 報警媽媽善然淚下 因為距離上次見面是2005年 已經相隔18年 布羅威和育友成為全美國第一批 拿到頂尖前十大大學文憑的受刑人 在畢業致辭中 她向母親及社會道歉 希望透過努力學習 將來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我有點驚訝 我沒想到他能夠完成 你知道 但他做了 他做了 我真是很羨慕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能夠看到這個結尾 但現在 在這裡 成為一個南北大學 期待去學校 希望 我沒有想到 其他世界 除了說 這是很棒的感覺 我沒有想到 學成創辦人 表示 二十年前 這些受刑人都在街頭幫派 誰也想不到 現在他們盡會分享交換詩篇 讓受刑人脫離暴力之氣 這是司法矯正計劃的一大成功 我不是很特別的 有很多人像我 我希望他們也能獲得 有機會 出發 我們可以展示 甚至是 甚至真的改變世界 曾經誤入歧途 布洛威的刑期 要到二零八四年才能獲釋 五十一歲的他 罹患第四期社會腺癌 但若能假釋提早出獄 他想創辦NGO 輔導年輕人 追尋藝術 體育和音樂方面的夢想 大愛新聞 吳桂甄編譯